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主题说好普通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精彩内容马上微微到来 有大哥一起西瓜只要三块 吃了保重会买回 正宗新疆沙漠瓜 筋热力量还降血压 买了回家觉得会回头 吃了一个都说 多吃点水果少喝点 饭后长去走一走 如果喜欢可以多满意 价格也可以帮你 不可以不要钱做到最真实 我的老板你说 如果我的说唱音乐还不够时尚 那么下面邀请我们的老板娘 台上我唱着 阿虎在这拉着 但是我的水果还卖不出一个 怎么办呢 那么有请我们的主持人 念伟哥 谢谢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确实啊 像刚才唱到的 现如今各个行业都需要创新 卖水果的商贩们 完全可以用计算器 说唱 推销自己的产品吗 其实这一章我也会 呦 呦 吃葡萄不吐葡萄瓶 不吃葡萄到土葡萄瓶 卖水果的小歌唱嘻哈 做过客的心里笑 看来话 生活的真地就在这里 家庭家庭家庭一家庭也happy 人人都可以吃了不起的 好累啊 有人说这个嘻哈呀 代表了一种对自由的向往 而我认为 嘻哈虽然看似随心所欲 但是节奏感才是重点 偶尔打破节奏 但是永远要尊重节奏 这一点呢 在这个生活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真正的自由 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是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控制好节奏 才是真正的嘻哈精神 好 接下来这个事 也跟创新有关 喜欢手机聊天的人 会有这样的苦恼 吃饭的时候 如果不停地来消息 边吃边回复 很不方便的 最近清华大学发明了一个神迹 不用手也不用声音 您就能够打字 机器直接将人的注意力 转换成为对应的文字 人民网的消息说 这种系统对大脑无创伤 使用也不需要训练 还可以和微信一起连着用 而且未来在医疗 游戏 讯息 导航方面 都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 屏幕上的每个键 都用一个频率进行标记 每个键的闪烁频率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在大脑能检测出 如果能检测出这个频率 我们就知道 它关注的那个键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符 输入到这个计算机里 这种技术的确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因为它适用于所有人 你想想 它可以让手脚不变的人 运指如飞 也能够让那些手脚灵活的人 呆若目击 自己有手有脚 不会动啊 好 下面要说的这个发明 同样是有点匪夷所思的 也许您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iPhone数据线 这款数据线看上去更像 什么 携带 这个手机充电的时候 就像母亲正在为胎儿 输送营养物质 这款数据线的设计师说 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 人类对手机的沉迷 这款数据线呢 单根要5687.20美元 约合人民币3.79万 哇 这个发明给我们一种思考 最伟大的创造就是人本身 很多的科学发明的原理 都是参照了我们身体的 一些奇妙的功能啊 比如这个数据线之于期待 摄像机之于我们的眼睛 电脑之于人脑 大家好 发动机之于心脏 还有取款机 至于丈夫 请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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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卡 这个要说明的是 人体确实是非常奇妙的 也是特别需要我们保养 顾息的 母体有病了 婴儿就受亏损 人的身体不好了 这科技用品再发达 那也不好用了呀 几万块钱的数据线好贵哦 可是你的眼睛和时间更宝贵 所以请不要沉迷手机 爸爸陪我玩 儿子 爸陪你玩飞机 我的多大了 还玩飞机 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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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有玩没玩 你什么情况 抬脚 喂 哎 对 唐总 来 老二他 帮你了 上次我跟你说 那个事你还记得吧 嗯 还得您帮帮忙 嗯 好 唐总再见 沉迷手机啊 不光影响咱们的身体啊 还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安全 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在乘坐飞机的时候玩手机玩到不可自拔 居然违反规定拒绝关手机 直接导致已经滑行起飞的飞机又反 从他的口气里感觉他这是一件小事 无所谓 多次劝阻以后 他的这个心情相对来说比较浮躁 急躁一点 然后安全员和那个机组人员商量以后 协商 这个飞机就是要需要花回 宣布拘留的时候 他已经就比较后悔 后来也当着我们面哭了 哎 哎 有一次我向一个前辈请教 前辈 有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放下 前辈问 什么东西 我说手机 前辈什么都没说 递了一个破手机给我 说让我先玩会儿游戏 十分钟之后 我就被手机叹个松开的手 前辈笑了笑说 你看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痛了自然就放下了 我想说 前辈 有本事你给我换个不汤的手机呀 没有放不下的手机 只有放不下的固执 我们常常讲到的公民素质的建立 必须先有公民意识的觉醒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不管什么职业 不管什么性别 什么个性 首先 你是一个公民 公民就要有公共的意识 坐飞机不是你一个人的体验 你说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听得到 你对社会秩序有责任维护 你对别人的权利有义务尊重 走自己的路 也要让别人有路可走 用心玩自己的手机 也得让别人能够安心坐飞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欲 先施于人 爱人如己 这才是一个公民 受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影响 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南京一邮局 不得不为自己找了一个新的业务发展方向 卖菜 室内部分邮局利用闲置门面 开启了惠民超市 这个瓜果蔬菜是应聚全 取名邮政电商综合服务体验区 这个负责人介绍 受网络冲击 这种跨界也是无可奈何 邮局在网络时代 求行求变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身边很多人 其实也都在尝试着进行跨界 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前两天在朋友圈 我也看到小波在刷屏 内容是 香甜可口的猕猴桃 不停不要钱 等着你们来买 不买是你们的损失 一定要来买哦 我就忍住对他说了 小波啊 人要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嘛 你这样子是不行的 是吧 猕猴桃多少钱一斤 猜懒的雷逼 你开手卖水果 你知道那些卖水果的 他们又都干什么去了吗 他们大部分 做有机水果批发去了 人家做的是头部内容 时代在变 新技术带来新应用 带来新挑战和新的机遇 最重要的还不是随机应变 而是把你的眼光 放得更长远一些 站得更高一些 大胆创新 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我个人认为啊 在互联网冲击下 邮局可以拓展的业务 也许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是吗 前方言谈出口不凡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 您知道哪种动物 对人来说是最危险的 不是老虎啊 不是鲨鱼 也不是毒蛇 是蚊子 美国内达华大学最近宣布 美国国防部 拨款50万美元 资助了该校两位 研究人员 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设计 什么设计呢 通过基因改造 改变蚊子的心血偏好 让它们更喜欢 其他动物的血液 而不是咱们人类的血液 也就是说 通过改造蚊子的基因 让它们不再养人 人和蚊子和血过去 哎呦 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啊 我们就可以 隔山观虎 斗蚊子了 只不过还是觉得有点残忍吧 其他的动物们可就残了 如果让你来改变蚊子的一种基因 我说的是如果你会改什么 我老婆说 他希望把蚊子的这个世线基因 改成砖吸脂肪的基因 老师布置了作业 让孩子们用心心向荣这个词 造个句 同时家的小孩是这么造的 心心向荣荣承认错了 这个脑洞是有多大 有些孩子不光是脑洞大 这胆子也很大 比如说英国一家电视台 正在做直播的时候 一个熊孩子 直接就爬上了演播台了 据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独立电视台新闻频道 在进行有关孩子过敏的直播时 出现了意外的跟杆 原本坐在妈妈身上的小女孩 非要下地 然后还爬上了演播台 妈妈依然故作镇定 然后熊孩子就发大招了 这位主持人绝对是见多识管啊 因为当直播遇上熊孩子 细节可能更尴尬 诸葛兰的一次直播中 也是个熊孩子 直接冲到了镜头中 然后 孩子是天生的强劲大师 总是给人意外 这光头粉味道不错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纸线动手的 生完孩子后 妈妈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孩子会走路 对着妈妈笑 有些人以为孩子是妈妈的脱油瓶啊 其实孩子是妈妈的小天使 再淘气的孩子 那都是妈妈的帮助者 帮妈妈扫去疲惫 帮妈妈管好爸爸 帮妈妈变得更坚强 最近有一个这个妈妈的心声啊 特别火 这个是这么写的 因为抱孩子 我的力气变大了 因为帮孩子完成作业 我的手工能力变强了 谢谢老师 因为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孩子 我的懒癌都治好了 身材也恢复了 总之生孩子之前 我每天随便挂 生孩子之后 我每天想打仗 如果生活是一场严肃的直播 孩子就是开心的插曲 回头再想 直播了什么内容呢 说实话记得不太清楚了 反倒是这插曲 深深的刻在了妈妈的心里 老王下班回家 打电话问老婆 饭做好了没有 结果老婆怎么说 我真的跟马云谈生意呢 你自己在外面吃饭 如果逛个淘宝 都是在跟马云谈生意 那马云估计是 世界上最忙的人 说到马云确实挺忙 管理企业 还得发表各种演讲 最近他就孩子的教育问题 发表了一些个人的观点 知识是可以学来的 但是智慧是一种体验 所以我们人类和机器 未来的竞争 是在智慧的竞争 体验的竞争 如果我们继续 以前的教学方法 对我们的孩子进行 记 背 算 这些东西 强着孩子去背 不让他们去玩 不让他们去体验 不让他们尝试琴棋书画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我可以保证 三十年以后找不到工作 对于马云的说法 有专家表示 对于机器抢占 人的工作的担忧 从工业革命时期 就开始存在 那个时候 还有手工业者 去打砸纺织机 但是从人类社会 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 新技术 新机器 取代一部分人的工作的同时 也创造了更多的岗位 其实马云真正担心的 不是未来人类的就业形式 而是现在的 咱们的一些教育方式 机器人越来越像人 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人越来越像机器 这才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所以别让咱们的孩子 只知道死记硬背 应该让他们多去体验 多去发现 多去思考 让知识生动起来 丰富起来 灵活起来 激发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实行力和创造力 将来他们才能更好地应用 操控那些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人 给人类创造更光明的未来 欢迎来到智力问答 离近大战Baitmo 第一题 原则率是多少 3.141592653 第二题 24 节气分别是 李春 雨水 金浙 春风 清明 孤于立夏 文体 报彩鸣 报彩鸣 你会吗 真羊糕 真兄长 真鹿烧 烧花鸭 烧薯鸡 烧子饿 不住鲜鸭 姜鸡辣肉 松花小肚 这一环节被他猫获射 就这件问题还来问我 我不服 这些题就太简单了 我要出题 那么下面有请李静出题 女朋友说的随便 是真的随便还是假的随便 女朋友说的没事 是真的没事 还是假的没事 你妈和女朋友掉水里了 你先救你妈 还是先救你女朋友 如果有辆车 司机是王子 乘客是公子 那么这辆车是谁的 当然是如果的了呀 如果有一辆车 下面我学播李静获胜 公司招职啊 这个考试非常的新颖 题目就是让面试者 独自还原模仿 然后说出方法 这是不是一个小游戏吗 如果面试者是 拿七把六面刷出来呢 那就说明这个人很有创意 可以从事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 如果他请教了别人呢 就说明他很有人缘 适合做客服 如果他拼不出来 原封不动的交上来了呢 那就说明他很老实 适合做需要稳健的工作 比如保安啊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 我好奇的是 如果是下面这位美国的魔术师 他来应聘 不知道他又适合什么职务啊 因为人家不仅在19秒的时间内 还原了魔方 而且他是一手一个左右开工啊 魔方被誉为是世界三大智力玩具之一 陪伴无数人度过童年啊 还有少年 甚至中年 比如小波 六岁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魔方 直到现在还没有把魔方复原啊 哎 小波 小波 哎 但是这恰恰造就了 小波持之以恒的品质 小波 你就放弃了吧 绝不放弃 坚持不懈是好的 但是你不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你就要去调整啊 你看跟你做同事 鲁香都成这样子了 小波你别闹 有的人玩魔方 有的人玩魔方锻炼了判断力 记忆力 观察力 手力 甚至是反应力 只有小波不一样 他玩魔方锻炼的是别人的承受力 普通话不普通 发音不准 影尴尬 哎呀 一到冬天呢 我就到你们家来取卵呢 对吧 大军师说 我们家没养母亲 你取卵干嘛 我不是说的取卵 我是取卵的 好吗 我 是取卵 对吧 普通话推广周 一起来学普通话 本期主题 说好普通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精彩内容 马上微微到来 哈喽 大家好 首先啊 今天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 每年九月的第三周 是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周 今年是九月十一号到九月十七号 这个普通话不普通啊 光是说好标准普通话这几个字 它就得难到不少人 比如有些发音不准的 可能就会把这句话说成了 飘虫普通话 或者是标准普通话 这通过练习 其实是可以把它纠正过来的 比如 咱们就可以练习一个顺口溜了 什么顺口溜呢 黑化肥会发 黑化肥会飞化成 灰化肥 最后我都化成灰了 我要 人呢 这个难度比较大 咱们得说慢一点 每一种语言或者是语种呢 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位新同事聊天 我就问他 你是东北哪的呀 他非常惊讶 哎呀 你咋知道我是东北的呀 就你们那嘎哒的人说的话 全部人都知道 同样的道理啊 普通话呢 也有自己的特征 1952年 它被赋予明确的内涵 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这个现代白话文著作为 语法规范 有了这个规范呢 大家就可以清楚地区分 哪些是普通话 而哪些不是 因为国际橘子的手法 也会更清楚一些 比如真的 就对我似的 这个普通话的发音呢 特别地重要 发音不准确 常常会闹一些误会 一向我有个亲戚啊 就到北方的朋友家过冬了 一进他们家啊 就发表感慨 哎呀一到冬天呢 我就到你们家来取卵呢 这种大军师说 我们家没养母鸡 你取卵干嘛 我不是说的取卵 我是取卵的 好乱活 是取卵对吧 这个就是典型的 这个诺部分 当然也可以通过练习一些 顺口溜来进行纠正 来 大家更莫读 牛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 牛奶奶给牛奶奶拿牛奶 就这样说 牛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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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啊 导演李静用说唱的方式来练习普通话 可能也更有趣 说不定还更有效 牛奶奶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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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喊住了小波 小波呀 你明天一定要给我你的字画呀 老板 我不会幻画 您说的是啥呀 是计划吧 对对对 你的计划 还有一次在会上 领导很生气地说 今天我们不能再产丹了 产丹了谁都没有好的得工 有丹石怎么还不好过了 结合了语境才知道 其实领导说的是 惨淡 不能再惨淡进一块 有时候吃饭呢 也会造成一些误会 你比方说包饺子的时候 小孩对妈妈说 妈妈 我不要露馅 做啥 做事了 怕露馅 其实这孩子说的是 他不要肉馅 除了练习一些绕口令 咱们在这儿 给大家普及一些普通话 发音的技巧 比如 丝尸不分的 您可以记住这个考诀 要想说对四 舌头碰牙齿 要想说对十 舌头别伸直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此外呢 您要多做口部操 让你的说话变得更清楚 这个口齿更凌厉 这个口部操包括 咳嘴 咳嘴 裂唇 咳舌 弹舌 绕舌 知道跟我一起来做口部操 我会让你知道 这个感觉让你忘不了 不管是ABCDEFG 还是波波诺佛呢 我全会让你知道 小龌小龙 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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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绕舌啊 是绕你的舌头 另外 如果一个人说话总是含糊不清啊 那你不妨把嘴巴唇部放开一些 别那么矜持 别那么含蓄 夸张一点啊 举几个例子 放不开的时候说 我知道了 是这种感觉 我知道了 说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是 你在做什么 不错 有一个歌手 就是因为口齿不轻 还被人笑过 对吧 我们都知道是谁 还有一些人 为了练习发音 或者矫正发音错误 会使用一些辅助的工具 比如咬根筷子来说话 或者含着冰块说话 尤其是那些 学习播音主持的 小波当年 立志要当一名主持人 然后就嘴里头 叼着一根筷子说话 练来练 把筷子练成了话围 再练变成了火腿 知识知识 后来果真就知识了 只知道吃成了一个 十足的吃火 事实上 普及普通话呢 就是为了方便表达 和交流 准确表达意思和内涵 能够准确表达 你说话的意思呢 就已经达到了 普通话的基本标准了 用国家普通话 水平措施的标准来衡量啊 能够达到三级一等的水平 就是会说普通话的水平了 燕尾哥 我的普通话是一假 你不会连我的发音水平都没有吧 小李啊 你是会说普通话 但是似乎我才会说话 太多了 我想说的是 普及普通话非常有必要 因为只有人和人之间实现了 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之后 你才可以走遍天下 都不怕 当然 学好普通话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保护 并且学习好自己的方言 因为方言也是最珍贵的语言文化之一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牛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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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奶奶